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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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书记轩馆 导茜大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开一个课程叫做自私风水 放在《面子书》里面 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疑问 这个自私风水 为什么他们会疑问呢 因为这个自私风水 在马来西亚没有人开过这个风水 是第一个在马来西亚开一个自私风水 自私风水里面有写了四个案例 这四个案例是最近发生的案例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但是你们看到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他的腹肌非常的快见效 很快很快的见效 我指一个历史 自私风水的历史 自私风水呢 是怎样用的 还没有几历史之前呢 我先分享一下 自私风水 它不是阳宅风水 它也不是叫做三年那气风水 它也不是叫做邪之法 也不是叫做阳宫风水 它是叫做自私风水 为什么叫自私风水 它是付给自己用 所以叫自私风水 我现在开始一个简单的历史 就是说我们讲说我们在一间很大间的公司 在工作 然后你大间的公司里面 我们的老板 大老板一定有请厉害的风水师 来付给他的阳宅风水 不管什么门派都好 他一定会请得很出名的风水师 厉害的风水师来付给 所以他付给下去的时候 他是希望说他们的公司赚了很多钱 每一个员工都能帮他 能顺他 能帮他 厉害的找很多的顾客 还是找了很多的神秘出来做 是吗 但是你的公司如果里面有100个人 我们比如讲100个人就够了 100个人里面不可能可以付给到100个人旺 一定有几个人不旺 那几个人里面有可能其中一个最不旺 最衰的人 就是可能是你 看戏也有看到 是你来讲 如果在里面是最差的一个 你完全不能讲话 你一讲话 你的长辈 就是英文叫senior 你的senior 叫快醒 你完全不能讲话 那如果你不做 你又不能 因为那边的服务很好 工权很好 所以你在里面完全不能讲话 没有地位 很多啊 你的上司都看你不情 包括你的老板也看你不情 那怎么办好 我们学了这个自私风水 会了过后 我们可以付给我们的自己 有一个好的机会去发展 然后可以表演 给我们的上线看 给我们的老板看 你现在就不会排到 那个一百个里面 后面几个最衰那个了 我们衰的时候啊 很可怜的 在里面 你不抓又不能 要抓又不能 你这样怎么办好 就是你每天都可以 人家好像起步 很不开心 睡觉的睡不着 你坏了自私风水 你可以付给自己抓 给自己一个 里面有用的人 这个是其中一个用法 还有一个用法 就是说 你在很大很大的家庭住 就是你的爸爸的兄弟姐妹的 一起住 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住 你是其中一个在里面 然后他们这种的家庭呢 这一定很有钱的 然后他里面一定有几个 很没有用的人 给人家看衰的人了 我们就在那个看衰的人 最后一个人啊 是拿来布局给自己 所以自私风水 是布局给自己 自己也布局了 过后 你在里面是不会最差的 那个可能半分钟 我那个四个案例 刚刚我放在面子书的 有一二三四的案例 是最新的案例 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考 这个是我讲给你们 就是说 这个自私风水是怎么用的 用来怎样 用来给自己 帮给自己 可以抓 给自己没有那么倒霉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给一个算命师 我再几个最后的意思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去算命 现在我们 算命师他很准 他告诉你 这十年 你嘴他摔印 你很倒霉 那怎么办 好 我们就用这 我们刚好会这个自私风水 我们就用这个自私风水 来补回 我们用 我们的后天命 来补回给我们 布局给自己 也是一个叫做自私风水 来补自己 来补自己 好像今天 还有几个 你家里很乱 你回到家里很压力 你的老婆整天吵啊 吵啊 你抓工回来很累的 想要休息 老婆跟你想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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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有很发生 这样的事情很多啊 有交集的吧 你就可以用这个自私风水 来布局给你家里 合 合起来 然后你 你会发现到你的老婆 他 不会这么吵 你的妈妈 不会这么吵 他会很合理的跟你 啊 这个也可以用 这自私风水是非常好用的 我这个呢 是我没有准备好 讲功课来分享 我是世界 现在是半夜两点了 我直接开了这个视频 因为太多疑问了 我回答不到 因为我的助理 一直在回答回答 所以我开了这个视频 我希望你们听了 会明白 你们会更加了解这个啊 自私风水 在自私风水 除了可以用了 在做地位 在里面挂公司做工 还是大家庭用 还是家庭乱用 还可以用多一找 你 如果 看了 给算命时 看了你的八字 你找不到 你朋友 没有女朋友 那怎么办 一定很严厉 每个朋友都有女朋友 你去到今年三十多岁了 还没有女朋友 你可以用自私风水 来 吹桃花 自私风水 吹的桃花 不像我们在网上看的 网上看的 你去Google map里面 都可以看到他 教你吹档花的桃花 很多人去吹了 我相信很多人 吹了就不能走 你用了这个自私风水 你吹了 你很快可以见效 我曾经去年 就是2021年 我有用过一个很老很老的 伯母 我们讲一点英文 有一个老的伯母 她已经差不多六十多岁了 走路要拿一个东角来走 唱剂 她到了我的剧宣馆的庙来找我 我心里面想定是看到她是说 可能她是要给她的子孙好 可能她要求的是给她的平安 原来我猜的全部都是错 她要求的东西是说她要找一个伴 她跟我讲 那我也想一下到一下 但是我在想 她这样老了 她找一个伴 她应该是真心的 不像年轻 这样完完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做给她 用自私风水来布局给她 然后我布局给她 过后她六个月没有看到她 六个月后她完全没有联络我 也没有告诉我她有了 六个月后她带了一个 那个她的老伴 两个一起补着一个一个 一步一步走上来剧宣馆的楼梯那边 看我来拜访我 拜了主席 来谢谢我们的剧宣馆的庙 把她复局的成功 有一个老伴陪她 这个老伴就开始陪她 她讲已经 我做了不久 在一个月内里面 还是一个月多 我忘记了 他们就认识到 所以老伴 他们两个走来 六个月后才走来拜 就当作谢谢我们的 集宣馆的三教堂主持 这个是 我有用过 我亲手用 体验用的 这个是最快 最早的案例 也是最新的案例 如果在以前很多年前的 我用这个自私风水 我已经用了十年的 那十年的案例 我是讲不完的 再讲下去 我就讲到天亮都不完 所以我大概给你们了解 自私风水的用法 是用自己的 所以你们要明白 马来西亚真的没有人开 我是第一次开 所以你们有很多疑问 是很很小的事 所以今天你们听了这个视频 我相信你们会更明白 什么叫做自私风水的 你再不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再问我们的 那个助理他们在安排这个课程的 这课程去月就要开了 你们有兴趣的要尽快的 我一年会开一次的 这课程 我不会一年开几次 一年会开一次 今天这一次去月开过后 我明年才会开的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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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